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对吧 结果 暂无评分 仔细看了看短评内容 大概也有所了解 呵呵 都什么时候了 想要控制水军刷分 让评分有一个高齐点也此吸引更多的观众 这种玩法早就不实用了 短评里全在吹赵丽颖的演技 抱歉 阿布什话诗说 赵丽颖一直都在流量小花的圈子里 从没有一只脚踏进过演技派的真容里 水军再怎么尬吹也没用 阿布承认赵丽颖是美的 但是87年生人的她也已经31岁了 娱乐圈的明星更替速度只快是想想不到的 想要继续依靠颜值打下去 真的不行 你和我的清晨时光 宣发也很鸡贼 借着警号赵丽颖结婚警号话题的余温 尽可能的给电视剧带来流量 开播第二天 大有要把已经进行过版的双式宠飞2 踩在脚下的野心 主演和电视剧双云 既增加了你和我的清晨时光的热度和播放量 同时也让刚刚结婚的赵丽颖再次曝光度大增 赵丽颖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 就冲上了热度榜榜首 阿布从不轻易递黑任何一位明星 一位演员 但是在这个流量之塔已经出现倾斜的时代 作为一位在娱乐圈混迹多年的演员 赵丽颖真的应该好好规划一下自己以后的演艺道路应该朝哪个方向走 人家杨幂都开始转型了 10月19日上映的《宝贝儿》 杨幂作为主演素颜出镜 让自己脸上的瑕疵一览无疑 对于流量明星来说 这是致命的 需要很大的勇气才敢这么玩 为什么杨幂敢 因为她清楚地知道 自己流量小花的路几乎已经走到尽头 32岁的她急需向观众证明自己的演技 而杨幂出演《宝贝儿》最后取得的成绩 也让观众清楚地看到了流量明星在过度消耗自己之后需要付出的代价 总票方值有2474万和等七彩 作为一部文艺片 在口碑上 《宝贝儿》也没有占到半点便于豆瓣评分5.5 20418人评价好于4%剧情片 而透过《宝贝儿》这部电影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多东西流量明星的号召力正在慢慢被消耗殆尽 如果你注意到今年的国产电视剧就会发现当初之首值天的流量明星们现在已经带不动电视剧了 就拿近期的一些电视剧举例 杨阳阳主演的大IP改编剧《我动乾坤》评分4.6 《吴雷》主演的大IP改编剧《斗破苍穹》评分4.9 杨颖和黄轩主演的改编剧《创业时代》评分3.6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重质量而非那张脸 同样拿改编剧对比 陈坤《尼尼》主演的《天圣长歌》前期低迷到差点被砍 结果靠口碑回暖评分8.3 江夜在陈飞与面谈演技拖后腿的情况下依然评分7.1 魅者吴江在没有明星加盟的情况下评分7.2 一些明星还在不断地消耗自己的形象和口碑 不知道是什么套路 先靠着自己的流量和人气赚钱 然后再去接一些质量高可以凸显演技的剧本洗白 但是他们还是把问题想简单了 或者说他们太低估观众的审美了 杨幂转型失败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当你演技懒机懒剧的标签贴的时间太长 想要摘下来靠一两部剧根本不可能 相反一些一直在磨练演技 接好剧本的演员开始迎来演艺生涯的春天 在《我就是演员》中 当徐峥看到左小青和任素希两位精湛地演技之后 就说过好演员的春天到了 虽然春天到来的时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快 但是阿布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观众的审美水平 人在不断地提升越来越多愿意打磨剧本 青石立派出演的电视剧数量不断增加 一些年轻青石立派只要按照自己之前的路继续走就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偏偏有一些口碑很棒 有演技的演员突然换了方向 点名黄轩和周以为两人在《创业时代》里的表演是什么鬼啊 好好的一部创业剧 两位创业者在黄轩和周以为的表演里显得极尽浮夸 尤其是周以为被辞退露出红内裤拍着屁股嘲讽老板 如果他能够在拍完《创业时代》之后立刻收手 回到自己之前的轨迹或许喜欢他的人能够容忍他这一次失误 结果今天阿布在前面提到的《你和我的清晨时光》里又由他 顺带着还让他上了热搜 而这次和当初跟着《创业时代》上热搜一样 又是差评他在《你和我的清晨时光》中是演女主林浅的哥哥林墨辰 结果因为这个客串角色遭到了网友的妥草 造型和表演于在《创业时代》里的罗为一模一样 而且他的形象和原著中极为不符 原著中的林墨辰清冷过傲毒蛇邪魅 周一为圆润的五官和轻软嗓音根本不适合这种形象 周一为选择《创业时代》和《你和我的清晨时光》 真的很不明智 明明是个演技派 却突然拐到了流量的路上 看到网友对出演林墨辰的态度之后 周一为也在微博上服软 说真的周一为是有演技的 但是一直没有红起来 曝光度最大的一次可能就是他参加演员的诞生 并拿到年度总冠军 而参加演员诞生也成了他演艺之路的分水岭 在次之前周一为其实出演过不少作品 被观众记住的也不算少 向2014年迭战剧《红色》里的《寻补铁林》浑身透露着一股子混不拎的劲儿 明明是个正义感十足 讲义气的男人 但是在周一为的演艺下又充满了喜感 另外一个被观众推崇的就是《绣春刀》里的丁修 明明是个配角结果气场盖过了王千元张震 人气更是成为《绣春刀》之最 我们总说角色与演员是相互成全的 一个好的演员会诠释出一个完美的角色 同样一个丰富的角色也会让一个演员能够有更全面的发挥 周一为与丁修就是最好的例子 丁修是个混蛋 压榨师弟 拿钱杀人 整个人身上都有一种危险的气息 而随着人物出场时间增加 我们又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善念 一种正义感 否则他也不会和审恋一起追杀 赵镜中杀金人 周一为的五官长得比较圆润 这种玩世不公义正义邪的角色是非常适合周一为的 而且他整个面部表情放松下来 或者做出严厉表情时 他又可以饰演正面角色 从他出演的角色就可以看出 他有自己挑选剧本的能力 就像今年的爆款 我不是要慎 周一为就凭借曹斌这个理智正义善良的角色 再次向观众证明了自己 很奇怪 明明他有几部凭借演技获得好评的作品 但是却一直没有成为一个名气很大的演员 似乎周一为还在按部就班的接戏拍摄 但是一直关注周一为的阿布却能够明显的看到他的改变 周一为在不断的增加自己的曝光度 参演流量剧《创业时代》和《你和我的清晨时光》是一部分 另一方面他也增加了自己上综艺的次数 演员的诞生生灵其境非凡将心二 从他近两年的选择中 阿布能够感觉到周一为内心的变化他向红 但是一个万年不变的定理就是 一个好演员是不会像明星那样红的 这也是演员与明星之间区分的标准之一 阿布从不介意一位好演员上综艺 我介意的是他没有坚持自己的标准 甚至像流量妥协 一个演员最大的资本 最值得炫耀的就是至少有一个拿得出手的角色 对于周一为来说 知名度最高的就是《秀春刀》里的丁修 很明显对于他来说还不够 阿布希望的是在未来周一为能够在一部电影 一部电视剧中凭借一个丰满的主角形象 在观众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而不是在去接一些流量明星主演的流量剧